他是在这个科技学院的门口 他骑车出门 这个狗就跑过来了 他就带着这只狗在周围 都问了问都没有人 这只阿拉斯加犬大概40厘米高 半米左右长 个头还不小 胖嘟嘟的 他来到所里以后 变成了所里的大火宝 不吵也不闹 深受井花们的喜爱 昨天给他买了一整包肉肠 他吃完了还是吃不饱 喝水也要喝三碗才能喝饱 小家伙刚活动了一会儿就渴了 民警给他打了一碗水 咕嘟咕嘟就喝完了 这时民警接到了报警准备出发 刚打开车门 小家伙就爬上了车子 小家伙从驾驶座的方向上车以后 就爬到了副驾驶座上 怎么也不肯下车 拉了几下 小家伙才肯下车 到了饭点 民警给他准备了午餐 肉汁拌饭 他闻了一下不对口味 就走开了 民警又拿出了香肠 这只阿拉斯加犬大概五六个月大 是在杭州科技学院大门口的附近发现的 记者打量了一下 也没发现特别明显的特征 我们因为有警车嘛 出警的时候 警车车门打开的时候 他就自己冲上去坐在那个副驾驶座上 不愿意下来 说明他主人呢 应该是有车的 也长期待他的 希望主人看到了来认领 因为这个狗 食量也的确是很大 而且 体积也很大 我们实在是没有很多地方给他活动 如果市主看到新闻 可以联系我们 1818黄金眼新闻热线 0571-8800-1818 也可以联系留下派出所 0571-8522-9395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 关注182-8800-1818